5月1日 圣若瑟劳宫主宝 劳宫主宝圣若瑟 攻读圣马豆福音13章54到58节 他来到自己的家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一致人们都惊讶说 这人从哪里得了这样的智慧和奇能 这人不是那木匠的儿子 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 他的兄弟不是叫雅各伯 若瑟 西满和犹大吗 他的姊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 那么他的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 耶稣却对他们说 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家外 没有不受尊敬的 他在那里 因为他们不信 没有多兴其能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兄弟姊妹 我们人是天主的肖像 那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工作 在这宇宙间 只有人是工作的受造物 工作和人的尊严紧密相连 工作彰显人乃万物之灵 工作彰显人和天主的关系 就人是天主的管家 我们看创世纪上 天主说 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 按我们的模样造人 叫他们管理海中的鱼 天空的飞鸟 牲畜和各种野兽 在地上爬行的各种爬虫 于是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 就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 造了一男一女 天主说 你们要生于繁殖 充满大地 治理大地 管理海中的鱼 天空的飞鸟 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 这里圣经 就把人是天主的肖像 和人的工作放在一起 那意思就明显了 工作就体现人是天主的肖像 而工作的神圣意义也在这里 我们工作不是广为虎口 也不是广为 工作是干什么 体现天主的创造意 这就是工作的另外一个神圣意 创造意 因为工作就是参与天主的创造工程 天主创造了宇宙万物 最大的震撼创造就是人的被造 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和模样造了人 而且天主创造的人 竟然邀请人参与到他的创造工程中 你要管理治理 这一切 所以因为人是天主的肖像 所以人可以仿效天主而工作 不过呢 创造的真正故事 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就是原罪的出现 由于天主所造的人是自由的 人分享了天主的自由 因为工作的含义与自由相连 也只有因为自由而工作 才彰显工作的伟大 因为自由是天主的肖像之一 所以这伟大就是人豁出了天主的肖像 只可惜人类原罪受撒旦的欺骗 滥用自由 就扭曲了天主肖像的意义 人不愿意做天主的肖像 人甚至要做主宰者 同时也就扭曲了工作的含义 从此之后一切都变了 所以肖像变了 工作自然 意义也就被扭曲伤害了 那么首先呢 工作也带有了补述特色 天主对亚当说 因为你听了你妻子的话 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 为了你的缘故 地义成了可咒骂的 你要一生日日劳苦 才得迟食 地要给你生出经济激励 你要吃天间的蔬菜 你必须汗流满面 才有饭 才知道你归于土 因为你是有土而来 你即使灰土 还要归于灰土 工作的补述意义 就在这里 补述意义 其实就是创造意义 救赎意义 虽然我们还是那个工作 但是呢 却变成了十字架 必须汗流满面 人还要接受什么 各种经济和激励的缠绕 就是各种不如意 这就后面 我们要分析各种 就是各种对工作的扭曲 工作变成了需要 工作变成了一个大战斗 所以工作变成什么战斗 就是工作的拯救意义 我们要拯救被扭曲的工作 那原罪对人的伤害 也表现在工作上 首先原罪破获了工作的神圣意义 比如说咱们人 把工作分成三六九等 人也引着工作 而分成了三六九等 这样工作不再体现人的尊严 只是体现人的炫耀 工作不但能彰显人真正人性的伟大 反而成了某些人的羞辱 某些人的荣耀 因为有些工作被贬低 最后呢 还有些人成了工作的奴隶 为了工作 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和人格 因为出现了什么工作 有些工作是邪恶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天主的肖像被扭曲之后 工作是建立在人世天主的肖像上 那么当人天主的肖像被扭曲 工作的性质变了 所以还会出现一些什么 出现一些邪恶的工作 就那些工作对人来说 不是彰显人尊敬人的 彰显人的伟大 反而你一个人做这样的工作 就成了你社会 就是人家都会以你为耻 你比如咱们中国 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国 农业民族啊 它是比较重视 特别的尊敬那些 吃苦耐劳 辛勤工作 含辛茹苦 它是这个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对商人呢 不是太看好 这是古时候啊 古时候比如说商 特别卢家精神里面 因为商人挣的是机会钱 靠着投机取巧 从东东到西 你就赚一笔 没有流汗 所以这是咱们的这个看法 当然这个看法也需要改因 就是说因为有些 他也是商人 也是一个工作啊 也是工作 其实无论怎么样吧 但是有些工作 确实成了一种邪恶的工作 追根酒底 还是人出了问题 所以要想拯救工作 先要拯救人 就是拯救人的错误思想 堕落的想法 不符合天主创造逻辑的秩序 主耶稣就是拯救的巅峰 拯救的那圆满 那么耶稣一身作则 将我们从工作的奴隶和错误的想法中拯救出来 那么大声若瑟就是天主拯救的最好一个表率 因为天主的拯救 借着具体的生活 在大声若瑟身上 创造出一个在起初人应当有的工作模样 那么大声若瑟什么工作模样呢 首先我们知道大声若瑟是一个工人 回汗如雨 憨心如苦的普通工作者 大声若瑟代表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天主创造的 首先就在这些普通的人身上彰显 大声若瑟是一个木匠 就是卖苦力的 靠着一双手呼口的人 为什么我说天主的创造在普通的人身上彰显 比如说今天 咱们知道咱们经常有的人喜欢听讲座 那些大商人们 大有钱的人 他们才 他们一讲话 多少万人都听他们讲 他们讲的好像就成了真理了 别忘了 比如说咱们中国能出几个马云呢 能出几个 像一个草根阶层突然出名的王宝强啊 那你追那个的话 那就是说 一万个里面都不出一个 十万个里面可能都不一定出一个 你让现在的孩子们都学那个 但是如果让我们都学习什么 学习圣若瑟 每个人都可能达到 并且若瑟呢 他叫真正的伟大 所以圣若瑟是个木匠 那就是卖苦力的 其实我们人都是卖苦力的 只不过是你认为不是而已 所以大声若瑟代表着靠一双手 四十七里的人 天主说的那话 你要一生劳苦才得反吃 你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 换句话说 无论是做什么工作 都需要付出汗水和努力 无论是劳心还是劳力 都需要努力 那么这样的工作就体验人的尊严 产生了救赎的作用 对自己 对他人 对这个社会 不过呢 一切都不那么简单 因为你要做像若瑟一样的 这样的工作者 你还要抵挡着世俗的攻击 咱们今天读的福音 那别人的风烟风雨 别人的嘲笑 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 有很多风俗习惯 世界的标准 那这些习惯和标准 就是原罪的一度 原罪鄙视有些工作 特别是鄙视工作 鄙视有些工作 鄙视的原因还是原罪 原罪改变了工作的性质 本来工作体现人的尊严 人像是天主 因为天主也在工作 可是现在呢 变成什么 凭什么让我们人工作 天主 你让我们工作 就是让我们为你做牛做马 你造我们 就是奴役我们 这就是原罪 在人心中的胡思乱想 然后再把这样的胡思乱想 用到我们的社会制度上 就变成了官本位 其实你看咱们 中国的历史特别到了后面 那就是变成官本位 你看咱们什么都叫官 官爷 官老爷 官人 的这个客官 都得嫁个官 为什么 人人都想做老板 老板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不干活 员工的意思就是干活 现在主耶稣要改变人的这种错误想法 他要告诉人类 工作是伟大的 只要是正当的工作 都是参与天路的创作工程 说耶稣对犹太人说过 我父务到现在一直工作 我也应该工作 那耶稣的话对那些老板思想的人当头绑合 也是对那些啃老祖的人当头绑合 更是对那些靠着坑崩拐骗 偷鸡取脚 杀人虐祸 过日子的人当头绑合 如果连天主到现在都一直工作 连天主子都在工作 你是谁 尽该不工作 尽该做甩手掌柜的 你是谁 尽该篡改天主的工作 尽该不劳祸 尽该践踏天主的恩宠 就是做寄生虫 你要记得 任何人的工作 都是要做天主的工作 因为这就是咱们做人的目的 人在世上的使命 就是要完成 天主教给我们每个人独特的工作 也就是每个人都有要完成的使命 大神若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 就是他养活耶稣和圣母 保护他们 这就是若瑟的一辈子的使命 我们再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再讲这样的故事了 说大神若瑟啊 是在做木匠活的时候 有些木头做长了 那个耶稣双手一按就短了 有些木头呢做短了 耶稣双手一拉就长了 好像没有十字架了 这不是圣经 虽然不是严谨 是童话似的 不符合圣若瑟的德行 不符合我们信德的逻辑 不符合福音精神 天主选了圣若瑟 并非若瑟就没有困难 做什么都一帆风顺 反而不是 反而困难可能更大 其实不然 你看看福音就知道了 当圣母产其尽了 若瑟没有能力给圣母一个温暖的房间 让小耶稣生下来 接待他的是贫穷的山洞 说今天有很多人 为什么开始停日走险 不是就是想 自己的家人过好一点 就是他有面子 是不是 后来天使预报 耶稣被追杀 若瑟星夜兼程带着孩子逃跑 期间没有天使户队 火箭开路 以后三十年的纳萨类生活 若瑟与四周的老百姓一样 都需要靠天吃饭 都需要接受那天 有不测风云 人有祸喜担负的考验 工作有好有坏 勉强糊口而已 就像咱们现今 大部分的老百姓 无论是农民 还有是工人 其实差不多 只是稍微好一点 稍微都差不多 放贷 车贷 孩子 养老 医疗 这个 谁家都是这个苦 就是保路那句话 谁不工作就不应该吃饭 你这些这个带 这个带 你不工作就没有 圣若瑟也一样 说不一样的是 若瑟家这每天的工作 都看成是天主的工作 他全心全灵 全意的完成了天主 交给他的神圣使命 最后啊 若瑟让我们记得 人这一辈子 无论做什么工作 民民当中啊 都有天意 就是好像一个人 有什么圣照 一个人有什么使命 有天意啊 也就是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做任何事 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什么 有同行 无同利 你见别人干那个行 你做就不一定行 另外 人比人 气死人 另外 中国人 还有句话 不要管看那个贼 吃好吃的 你要看那个贼 被打的小偷啊 就是你看那个小偷 你看他吃夯了 喝辣了 不要羡慕 当你想想 当他被揍的时候 做监狱的时候 你就有安慰了 那这句话呢 也是教宗方济阁 曾经说的 就是他这意思是 他在这个 我灵赞松主 这个通狱 是圈狱里面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 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做每个事 其实人做什么 天主都给你 冥冥当中安排好了 你该做什么工作 你比如说 我们其能都做国王 其能都做保安 其能都做工程师 各行各业都需要做 其实整个世界 也像教会 教会就是整个世界 以后要打到 那个一个模板一样 就像教会 各行各业分量 整个世界是一样 所以关键是 当然我们的世界是 比如好好努力 金榜提名 那个是一个目标 其实要怎么理解它 就是人人都需要 把自己天主给人的才华 努力的发挥好 你比如能考大学 你就不要光在中学 是不是 能拿博士 你不是说 你非得拿一个小 不努力不行 人要努力了 那么天主要用你做什么 就得心应声 但是并非说 每个人努力 就一定打到效果 比如有的人 没有签读书 有的人读书都不会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很多复杂的原因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就像人的结婚一样 男女一样的 有很多复杂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命 天意 圣若瑟告诉我们 天主交给我们的工作 都是伟大的工作 无论是做保安的 做饭汤管理的 无论是农民 还是工人 无论是国王 还是扫垃圾的 要做到这点 我们就必须像 大声若瑟一样 战胜这个世界虚伪的 世界的那种邪恶看法 唯有以天主的标准 为标准 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工作本身它是战斗 它战斗的意义 绝不只是表面的辛苦 当然我们工作 首先战胜那个懒惰 首先战胜身体 那个渴望安逸 我们主要的战斗 就是战胜三仇 三仇首先是身体 渴望安逸 渴望享受 谁都不愿意干活 要战胜世俗 世俗精神孤名调 就像今天 我们读的福音里面 纳达类人 对耶稣里那种轻视 他是谁呀 他不是跟我们一样吗 他的父母都在我们这里吗 那关键是 耶稣的父母 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没有念过书 那我们现在中国社会来说 那就是设格 早格的地里 在泥土里抛食吃的 那就是这个 所以就瞧不起 这就叫设计 你还得战胜这个 为什么得战胜 因为你不战胜 这次要欲望 那你可能就会 一个是拼命读书 一个是拼命往上爬 当你真的爬到上面 发现高处不生寒 上面并非水 所以咱们中国文化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中国文化一方面强调 人好好努力 好好工作 努力学习 特别是科技制度 人都想爬 就是把人生的目标当成了 就是建功立业了 那些当成了人最后的目标 但是那样的目标 反而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捆绑 所以有的人一辈子就为了高考 一辈子就为了为了那个功名而活 所以咱们中国的社会 从过去到现在 当然一步一步 甚至还往下破走 所以弱色 劳工主宝 有保护的意思 也有解放的意思 它保护我们 让我们战胜着种种的诱惑 不要受到这些 不正直风的影响 不是光做一个 只是流汗的工人 那就唱着牛和马了 是不是 有的教育是辛苦 我就喜欢干活 除了干活 不知道别的 那你变成个骡子了 有什么用啊 我们还要看为什么而干 让我们能够像弱色一样 战胜这个全心全意 用天主的精神 给的信德的精神 去做好一个基督徒 甘心情愿 安平落到 在天主给自己安排的岗位上 任劳任怨 完成天主交给我们的使命 这样的基督徒 将给这个社会带来 大的更新和力量 特别是咱们中国人 那么说到这里 最后呢 稍微有一点补充 就是前一段时间 有的教友聊天 这就聊的 他说圣经上说 管理 天主说让人管理这个世界 管理这个 这个大地 海洋 他用中国文化里面 道家文化 说其实不用管理 中国的文化 这个大地 就是让人给管坏的 你不用管它 自然就好了 那么这种说法 怎么去呢 那就因为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一个是 特别是出现一种 老庄文化 一切归到自然 就是让万物休息 归到自然 这个里面 有它对的一部分 就是因为人的原罪 有时候人的过分做 反而 阻挡了天主的手 就是说 天主让人做事 不是说天主就不做了 人只是天主的合作助手 天主才是主要做的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呢 原罪 原罪下我们这个管理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其实不像我们想来 那么好了 包括我们整个宇宙 整个万物 也需要人去治理 为什么 因为万物引人 而受到了创伤 有人的罪过受到了创伤 所以人类带着经济恶草了 说的这些 其实这个宇宙间的各种 比如说毒虫 什么有很多伤害 这些 其实也都受到人 原罪的那个影响 就是大地 布满了原罪的恨迹 所以那么人的救赎是什么呢 管理治理 就都拜着 当然首先是管理好人自己 因为是人带来了这一切 所以我们人管好自己的时候 宇宙万物自然就管好了 所以这是我们稍微补充一点点 最后呢 我们还是一篇圣母经 结束这一次分享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 阿们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